要算素養 第一個老師應該知道賴米是多少米 十的負九 但是因為我們平常在台灣用的都是公尺 而不是賴米 所以要不要介紹一下什麼叫賴米 其實像那個披薩它的題目 我們有很多很長 其實都花在什麼 說明那個景氣 他說賴米跟蠔米一樣都是長度的到位 其實蠔米也是選人不喜歡的 一蠔米是千分之一米 那也就是千分之一公尺 他是回到公尺 一賴米是十一分之一米 也是十一分之一公尺 那頭髮的直徑大概是四萬賴米 四萬賴米和多少公尺一樣長 如果老師您教這一點 您會怎麼教 您會想到什麼 五年級有一個大單位 您會想要什麼 我這講話以後 回去老師您可以去教 五年級老師您可以試看看 第一個我這樣問 我說我今天考的是 四兆是四千萬的幾倍 你會怎麼教 四十億是四千萬的幾倍 你會怎麼教 會不會畫另外一半 這個可不可以畫另外一半 不是啊 就是往右邊的定位板 其實 課剛就有教到千分位 但是你簡單提一下 這個有沒有難度 沒有嘛 他跟左邊大叔是不是一樣 定位板畫出來答案就出來 有沒有看懂 也就是說 這裡有點好 學生對小單位的定位板 跟大單位的定位板 特別去做類比 大單位定位板 學生應該還好吧 有沒有一樣 那第二種算法呢 就是 我最害怕的是換單位 一個用成一個用 如果老師有興趣 等等我跟老師 我們講一下換單位的概念 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 一奈米是十億分之一公尺 四萬奈米就是四萬個 一奈米就是四萬個 十億分之公尺 幾乘就解決了 我們台灣比較討厭 大單位被挑用成 小單位被大單位又出 這個會害死學生 我不知道有多少國家用這個可以的方法 還是全世界就台灣 因為我們看外國人拿同樣的書 現在講完OK了 那現在四點兩點二十 我們就一十分鐘好不好 好 好大多了